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贺龙毕时萧可同志发来电报 说他们打算在殿前边的盘县南北盘江之间的新意创建根据地 我和向前商量了一下回殿 让他们做好渡金沙江的准备 他们来殿竟是行动方案 我琢磨着殿前边毕竟不是九流之地 还是北上渡江为好 对啊 只要他们能过来就好 他们过来了 北上就有把握了 那就下命令渡江吧 可中央并没有这个指示 发报机控制在张国焘手里 我没法和中央联系 老总 你就下决心吧 北上抗日是不会错的 我也是这样考虑的 事不宜迟 我这就去找张国焘 就在这儿休息一下吧 大家休息了 同志们圆地休息 圆地休息 我都不宜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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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 喝点水 我来吧 您好 给 我就 过来 我 你 不错 我 我不错 我 我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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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十七师 已经占领了敌人虎头山主阵地 将军队的围排 缴后二十多支伯克枪 据查 该出证是刘正复旅的指挥所 刘正复抓到了吗 刘正复率残部 向宣威方向逃走 命令部队抓紧时间修筑工事 随时准备迎接敌人的反击 是 报告署长 电报 刚刚截获敌人的情报 孙杜的两个旅 已经到达宣威 来得好快 看来我们攻占宣威 全坚流政赴旅的计划 要有所调整 这一仗敌我双方投入的兵力 都在万人以上 是近两个月来 我们打的最大的一仗了 我们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了 可以重新调整部署 中央来电 是命令我们被伤渡江吗 朱老总和张总政委命令我们在三月底涨水之前渡过金沙江 连渡江的几个渡口都给标出来了 看来我们得做渡江的准备了 我们既然消灭不了刘政府这个礼 那么就不如兵分两路向东南方向转移 红六军团向云南复原寄进 红二军团进入贵州盘县 争取战略上的主动权 然后我们寻找机会在北上渡江 好 我同意 停车 孤长官 欢迎 蜘蛛兄辛苦了 孤长官辛苦 这边请 请 请坐 请上茶 蜘蛛兄 尾座这次是下决心 要把共匪贺龙肖克所部 消灭在金沙江以南 为此组织了颠前剿匪军总司令部 智舟兄 你猜猜 由谁来当这个总司令 那自然是非顾兄莫属了 智舟兄 这回你是猜错了 尾座任命 阁下为总司令 来 来 电报 东某感谢伟座的信任 伟座命令 是 专军和中央军四个纵队 迅速追赌 并委派本人到昆明 代表尾座督战 好 顾长官能亲自来昆明督战 这次我等 我等就有了主性股了 智舟兄 你有什么打算 顾长官 请跟我来 顾长官 龙某认为 共匪二流军团 从贵州窜入云南 他们的目的有可能是杜金沙江到四川与徐向前部会合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他们就有可能沿着去年珠毛走过的路线 从袁毛渡江 去袁毛 普渡河他们是绕不过去的 刘副官 到 命令张冲率滇军 禁卫第一团第二团 工兵大队 警卫营马上从昆明出发 赶到普渡河铁索桥两侧进行防堵 命令孙渡纵队加速追击 全力配合张冲的部队 无比将共匪堵截在普渡河东岸 是 警官 我可是把全部家地都端出来了 顾某佩服 顾某一定把智州兄 对党国的一片赤诚之心抱于伪作 好好好 那我就多谢了 顾某相信 只要滇军和中央军京城配合全力堵结 顾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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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他们连普渡河都过不去 顾某 六军还在普渡河东岸严重受阻 部队伤防很大 几人还在增并 另外 已经渡过普渡河的红四十 又没有折法的图案 看来 龙云这次把血本都拼上了 他是想在蒋介石面前露一手啊 怎么说他们已经发现我们要在元某渡江了 所以提前在这里防渡 贺总 相应同志 我们是否需要修改作战方案 龙云把老本都压在了古渡河上 你们想一想 他的云南省会 会是什么样子 根据侦查 昆明城内只有四个团守卫 好 龙云踏上空中计 我们是司马懿 没那么胆小 那我们就打昆明吧 就是嘛 这样一来 龙云就得调出兵力去保昆明 他的防线上一定会出现漏洞 要开敌人 然后渡江 不过 在哪渡江最好呢 应该在甩掉敌人以后 我们就直奔立江 从十谷渡渡河 从十谷渡渡河 你看怎么样 就是嘛 江是死的 人是活的 我们何必 一定要经虎渡河到袁毛去渡江呢 就这么定了 咱们阳公昆明 直奔了一江 贺总 下命令吧 从十谷渡渡河 是 欧团长 总部来电 让我们撤出谷渡河阵地 不许 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劲 能说放弃就放弃 好 同志部队 做好电台前撤出战斗的准备 是 二营队我跟上 快点 小灵同志 岳团长 你们早到了 刚到 只要你们电台队一出现 这总部就应该在附近了 这回你可猜错了 岳团长 电台队是奉命跟随你团行动的 参部长 到 保护好电台队同志们 是 不对啊 是保护好电台 电台和人 都给我保护好 是 去吧 岳团长 我们这次的行动 有点奇怪 是 按说我们攻打昆明 应该趁着城内空虚 迅速攻占 可是总部这次 还给咱们派来了电台队 四处联络大造声势 你的意思是 总部还有别的意图 不要随意走到上面的作战意图 岳团长 岳团长 走 下歌 你们领队长没来 领队长没来 这次只来了我们几个男队员 上去要求我们跟着你们团 沿途喊口号贴标语 大造声势 来了几个人 五个 不 六个 团长 我们捡了个洋人 洋人 杨教授 过来 我叫博德士 是法国传教士 我的教堂被烧了 我去找我的教友 到了复民我就自己走 你等中国话 是的 好 这怎么回事 是 你怎么把他带这儿了 我没有要带他 他老跟着我们 那你不能带 团长 这皇室爷领的 他一个人也怪可怜的 正好前面有个村子 我马上叫他走吧 晚了 为什么 我们行军是机密 不能随意走路风生 这样吧 你就一直带着他 没有我的命令 不能让他离开 这儿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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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边悄悄摸上去 正确把敌人引出来 全部消灭它 是 阴影 跟我来 是不是又要打仗 你们除了行军就是打仗 队团长 怎么不走了 前面发现了敌人的卡子 参谋长已经带人摸上去了 静态 你也是战士 我从小生活在上海 我的父母跟你一样 曾经是虔诚的基督徒 他们只是同情那些弱者 可是 还是遭到了当局的迫害 我并不认为他们做错了什么 后来我就成了 坚定的红军战士 你只说你来自上海 我说过 我从小生长在那里 杨教士 吃饭了 感谢上帝 感谢你赐予我 丰美的饭食 甘甜的泉水 阿们 什么是上帝啊 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 包括你我 不可能 上帝就一个对吧 把你造成那样 把我造成这样 我们红军不信这个 满满你会信的孩子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问吧 不过你别叫我孩子 人人都是上帝的孩子 你是我不是 我是红军战士 我正要问你 你这么小 为什么要来当 红军啊 红军 其实这事跟你说说也没关系 刚开始吧 我阿妈不让我当红军 怕我有危险 可是我姐姐姐夫 姐夫她哥哥都是红军 所以啊 我就报名参加红军了 后来我们一家人都当了红军 一家人都是红军 是啊 当了红军以后啊 受了教育我才明白 当红军啊 还有个伟大的意义 伟大的意义 就是救穷人 求解放 就是让穷人有饭吃 你们相信 人间苦难 只有上帝才能拯救 阿们 队长 总部的电报收完了 我给岳团长送过去吧 不用了 我去吧 所以明天啊 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打负民都应该争取 一武做器 坚决拿下 是 你们说呢 报告 岳团长 总部来电 我给你 同志们 总部的电报和我们掌握的情况是一致的 太好了 小灵同志 有了你这封电报 我们打负民心里就更有敌了 那我先走了 好 好 岳团长 我们等着你布置任务呢 总部说 昆明现在是座空城 傅明离他很近 兵力肯定相对薄弱 明天我们就给他来个恶火扑石 加哥 小灵姐 加哥 小灵姐 你是要找岳团长 谁说我要找他了 那你找杨教师 不 不是找他 对了 你是医药人员是不能接触的 杨教师对我来说并不稀奇 小时候我还和爸爸妈妈住过杨教堂 你还住过杨教堂 对 不能住吗 住个杨教堂 也不妨碍我成为彻底的革命者 那是 小同志 我是看你年纪小 又跟那个杨教师住在一起 千万可别成了人家传教的对象 我走了 小灵姐 你放心吧 我不会的 孩子 能不能把你的上级叫来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别叫我孩子 阿门 找他上级什么事 我希望能把我放了 该放你的时候自然会放了你 早点睡 你们太过分了 我还有我的信徒 加哥 在吵什么 团长 他闹着要走 你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 我的信徒也是穷人 我们都是为穷人 请求你放我离开 你认为自己是上帝的使者 是在向人们传播福音 可是如果上帝真的能够救赎一切的话 我们就用不着闹革命了 我们完全可以每个人手拿着一本圣经 那就天下太平了 可事实不是这样 要革命就会有杀戮 要革命就会有牺牲 我们共产党人不信奉杀戮 我们之所以前仆后继英勇牺牲 是为了让所有的穷人都能够有饭吃 有遗传 有房子住 有田住 我们是在进行这一场迫不得已的 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斗争的革命 我听说蒋介石也是一个基督信徒 我不知道他手捧着圣经所做的这一切 是不是都符合上帝的意志 但是我知道我们共产党人今天所做的一切 都是在为天下所有的劳苦大众播种明天的幸福 我们电台队有个姓蒋的女同志 她父亲是个民族资本家 上海人 她的父母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他们只是因为同情革命 为进步的爱国人士提供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便惨遭当局的杀害 还有 这个和你天天朝夕相伴的小战士 他的父亲 他的姐夫 都为革命付出了生命 我为你的父亲 为你的姐夫感到难过 愿上帝宽恕一切罪过 别说这些了 我不会听你的 孩子 上帝原谅你 阿门 有机会我会为你的父亲和姐夫做个弥撒 愿他们的灵魂进入天堂 我们革命者理想中的天堂应该是一个没有剥削 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世界 因为我们这几天还有重要的军事行动 所以你要在这里多留几天 这样做也是为了你的安全 希望你能理解 好好照顾他 是 阿门 阿门 好 是 是 龙主席 据可靠情报 共匪两个主力军团已经到达昆明城郊 他们摆住了攻城的架势 龙主席 顾长官 城外的枪声是越来越响 糟了 糟了 这下糟了 我什么都想到了 就是没有想到共匪会打到我的家门口来 顾长官 马上给南京法报求援吧 刘副官 到 马上电令 孙杜火速回来保卫昆明 是 是 蜘蛛兄 当初在贵阳 竹毛和贺龙也曾两次发兵威胁贵阳 可结果呢 虚惊一场 这次会不会又是顾忌重演 不不 顾长官 昆明我是绝对对不起的 昆明要是受到了威胁 我没有别的选择 只有拼全力去保护他 更何况 你我现在还在城里 我龙某不想当共匪的俘虏 我也不想让你这位中央大员出现任何闪失 好吧 守城为重 阿勇 到 同志各营 抓紧人整理装备 是 小龙同志 到 好 给总部发报 我团已顺利攻占复明县城 请示下一步行动的任务 我们虽然占领了复明县城 可据我监听到的情报 是敌人主动放弃的 岳团长 你看起来好像挺高兴啊 不管是敌人主动放弃的 还是我们攻占的 这总比每天让敌人追着我们的屁股跑 那感觉要轻松很多 其实咱们每天行军打仗的日子过得真是很累 说实话 天天在炮火和硝烟中穿行那种感觉 真让人很无奈 这世界如果没有战争该多好 没有流离失所 架破人亡 让所有相爱的人都能够在一起 每天 都能过着平静的日子 一天一地的阳光 美 美啊 美吗 美 真美 让所有相爱的人 头顶着一片阳光 真是太美了 我送你的眼镜 你为什么不戴啊 是不合适吗 没有啊 我已经把它好好珍藏起来了 你说 我们现在每天行军打仗 万一被哪块不长眼的炮弹皮给我炸碎了 多可惜啊 我得把它留到革命胜利以后 我带着你送我的眼镜 骑着我的马 我要到大上海去走一趟 小灵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 都对幸福的生活有一种向往 但是当你还没有能力去享受这一切的时候 你只能把一些美好的东西 封存在心里 好 好 岳团长 我松你眼镜 并没有别的意思 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 你是个指挥员 你需要在战场上洞察一切 小灵同志 我 其实我想说的是 你能从大上海那样的地方来到我们这参加革命 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我很钦佩 我们兵分两路向滇西极进 一路走古城的猫迹 一路经罗茨在滨川会合以后再向丽江挺进 对 敌人会以为我们会在滨川附近选择渡河地点 因为这里渡河比较容易 再加上离四方面军的距离最近 他们肯定会派重兵在这里防守 而此刻我们已经到了丽江 从石谷渡口渡江 这样一来 我们不仅可以甩掉追兵 而且至少可以争取到三天的时间做渡江的准备 罗参谋 到 马上点领岳林圣的三十一团彻离复民 快速向滨川挺进 是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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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 总部集电 退出复民 回市北上 攻打冰川 不打坤民了 你看清楚 电报上写的是你团任务已经完成 这坤民还没打 任务就完成了 这什么意思 是 不要随意猜测上级的作战意图 给总部回电 我团坚决执行命令 是 通知部队 做好行动准备 是 这坤民眼下已经是座空城了 这不打也太可惜了 好 走 敌人中计就好办 从现在开始我们两个军团兵分左右两路 迅速袭进直奔级杀将 敌人想要追上我们除非才能插上翅膀 我们两个军团 李懿 看谁跑得快 那我和王胡子就先走一步了 咱们新杀将盼见 好 我们也走了 我们也走了 我已来到主人身边 咱们各顺如一天 我已来到主人身边 愿与同在 阿勇 上 给大家起头唱个歌 是 唱什么歌唱点 我已来到主人身边 永远与同在 阿勇 上 给大家起头唱个歌 是 唱什么歌唱点 我几个 是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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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汉郊坡的奴隶 唱 起来 起汉郊坡的奴隶 起来 起汉郊坡的奴隶 满江的奴隶 已经被奴隶 要为神离而奴隶 这世间 阿勇 我又 随着你们 起来 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步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主人 你 他 知道 他 在 不是 を 港 李 英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杨教士 喝碗水吧 喝加根 什么时候放我走 这个 我不知道 能不能不要让我看到这些杀戮 杨教士 不管你愿不愿意 这些杀戮 是天天都在发生的 上帝啊 怜悯你的孩子吧 杨教士 杨教士 杨教 德国湾 天兵飞越大雪山 同志们好 政委 政委 星星走了一天还要赶拍节目 辛苦了 比起前线的战友 我们差远了 打仗和宣传是同样重要的吗 政委 您有事 马上我们就要抢占渡口了 最重要的就是抢时间 战士们要克服疲劳伤痛带来的各种困难 甚至还要强行军 所以在这种时候 宣传和鼓动工作可一定要跟得上 请首长放心 我们宣传队已经做好了准备工作 任政委 岳团长让我来向您报告一件事情 您说 我们在刑军路上捡到了一个杨教士 怕他泄了我们的行动 所以我们一直带着他 可是他吃不了我们的苦 突然病了 一直在发烧 通知卫生队 马上派医生过去 是 是 船长 你不是说洋人是帝国同意吗 我们还抬着他 给他治病啊 洋人当中也有和我们相同信仰的 比如苏联 他们也有苏维埃政权 也有红军 哦 岳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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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是吗 那好 路上 你们要多注意安全 嗯 真希望将来有一天 电台能够配到团 那样就方便很多 周昌当队长的时候 就有这个愿望 不过 目前我们已经配备到了诗集 等你当了师长的时候 就天天都有电台用了 小令同志 我革命的目的 可不是为了当个师长 当个军长 我就是想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让我安安心心的回到家里 在学堂里给孩子们上上课 这就是我的理想 岳团长 我们这是去哪里 我们红军的行动 都是严格保密的 很抱歉 我不能告诉你 红军是了不起的队伍 我想帮助你们 你是说你想帮助我们是吗 我们欧洲军队 游随军教士 我可以用基督精神 感化你们的战士 谢谢你 你的想法 我可以向我的上级汇报 我的上级 懂吗 可以 请吧 好 岳团长 再见 再见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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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是啊 很多人说你顽固 顽固好啊 我喜欢顽固的人 顽固就对了 你不愿万里来到中国传教布道 也不容易啊 我们是为了求解放 你们是为了救苦救难 咱们都是为了广大的民众啊 不过你们信奉上帝 我们的上帝是广大的民众 我们是通过夺取政权 来为广大民众牟利一样 我的事 我没带你这么远了 你现在可以走了 谢谢 谢谢 贺将军 留个纪念吧 我可以要吗 可以啊 好 谢谢啊 我也送你一样礼物 好 贺将军 我想要你的帽子 要我的帽子 好 那就送给您了 好 谢谢你 愿上帝保佑你们 愿上帝保佑红军 阿们 谢谢你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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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封 欢迎 认证 官府政委 请 贺总 这几位是我们立将百姓的代表 特意来欢迎我们红军路过此地的 大军前来秋毫无范 带人和谐 买卖宫廷 帮助维持地方秩序 立将百姓欢迎大军入城 谢谢 谢谢 律师 我们进立将城吧 好 请不吝点赞订阅 快点儿 好 不吝点赞订阅 晓晓 哥 阿勇告诉我 你在这儿 晓晓 姑妈和姑父的事情 你都知道了 本来我想找个合适的机会 再告诉你 哥 你别说了 我是一个革命者 一个战士 我知道自己该这么做 坚强起来 坚强起来